老臣参见豫章王 豫章王妃 王妃啊 大王重的是极狠的催情药物啊 而且药量下得极重 按理说 这么重的药量会筋血倒腻 身体重创 多亏大王对自己狠下了这一刀 流出了好多的毒血呀 母亲 母亲 千儿心里七上八下的 慌得很 要不 母亲 你去看看吧 都什么时候了 她们倒沉得住气 就是 行 我现在就去看看 王妃 大王和江巷王 没发生什么大事吧 她们为什么打架 事情真相我全都清楚了 过来就是给你们一个交代 太好了 不知王妃打算如何安置千儿 安置 我何时说过要安置她了 这个王妃四话何意啊 是大王不认 她是豫章王 说不认就不认 千儿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问你 你是如何进到大王书房的 千儿 自是从正门而入 我问的是你怎么进去的 我跟守门的侍卫说 我找豫章王要说姐姐的事 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侍卫何在 侍卫就在楼下 王妃 他们要是不同意 千儿怎么会进得去呢 好 可为何侍卫都说 未曾见过你 今日傍晚 薛夫人在书房外摔了一跤 书伤了腿 走不了路 定要我二人将其扶回去 可是我们确实没看到 千儿小姐进入书房啊 当时书房外没有守卫 千儿小姐定是趁那时进入书房 那守卫是大王的属相 自然大王怎么说 他们便怎么说 也许是大王提前安排 故意放千儿进去的 这都有可能 就你所言 大王早就知道王前会去 提前备好了药等他了 药 药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姐姐 你干什么 王妃 你这是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味道 你不知道 你呢 我 我也不知道 这么快就都忘了 启罗香 你呢 借了 你这个 就是 你呢 你这个 我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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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我呢 我呢 你呢 你呢 我呢 我呢 到底谁该喊信 你们在相府住得好心的 突然哭着喊着闹着 要住到我豫章王府的 我一片好心照顾你们 可你们母女二人 竟如此恶毒 从头至尾都在欺骗我 天你招招 王妃如此在赃推诿 公道何在 豫章王 我是欢城中人 自然没有听说过启罗湘 所以我敢断定 你是被人诬陷了 我就说 咱们大王 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 多谢江夏王 还是你厉害 厉害什么 你是想说我纵魂欢场 闻香端案 这 我再多问一句 不管是你被人陷害也好 情不自禁也罢 你有没有碰王钱 没有 没有 我倒是很佩服你啊 逆可自伤也要保持清醒 这要够我 我可做不到 之前 是我一时冲动 多有冒犯 请豫章王见谅 我也是只没想到 到头来证我清白的 居然是江夏王的你 行了 我告辞了 还劳犯管家 用豫章王好处休息 是 对了 多吸些浓茶 为大王解毒 是 告辞 你 沈太医 在 你随我来 好 老臣告退 来 坐下 我去给你烧茶 你还用脸说天理 说公道 跟这种蛇蟹之人 有什么好说的 阿妩 你现在看清了吧 你为之求情的 都是一些什么人 阿妩为了你们的事情 低三下死 哭哭哀求贺兰箴 这是贺兰箴 刚刚缠人送来的 你们自己好好看看 剑儿 胡兰特使贺兰箴 得豫章王妃之亲情 念其与本王子生死之交 知己之情 遂解除 豫章王妃之姊妹 狼牙王侍女王倩 何亲之约 应则贵地结联姻 立字为证 贺兰箴 母亲 亲儿 你不要又去湖南了 你不要去湖南了 亲儿终于不要去湖南了 快快快 快去拜谢王妃 快去 姐姐 亲儿不知姐姐为亲儿 做了这么多 姐姐的救命之恩 亲儿铭记于心 亲儿铭记于心 你可认错 你可认错 认错 认呐 倩儿认错 都是倩儿不合 王妃 不是倩儿的错 都是我认错 倩儿的错 都是我认错 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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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闹糊涂了 真是呢 要是要罚 就罚我吧 都会成 我绝无怨言 既然不要回这片儿 既然认错 就远家湖南了 王妃 王妃 不要 王妃 不要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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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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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来电影 王妃 王妃 不要 你不能来电影 找医馆 姐 王妃